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這組的專題題目是電流平衡電路 指導老師是陸瑋廷教授 我們的組員有旅程員吳凱維、蘇勇宇 我們的研究動機是 由於電動車與不斷電系統等產品的耗能較大 我們為了避免更高的電流、電池、串流 應用變成了普遍的現象 當電池串聯數目增加 電池之間的影響就會更加顯著 自然而然造成電池的壽命降低 因此我們必須設計一個平衡電路來改善這個問題 目前平衡的方法大致分為這兩種 第一種是主動平衡 第二種是被動的平衡 接下來我們簡單來說明一下這兩種電路的不同 第一種主動式平衡又分為三種模式 包括電容平衡、電感平衡法等等 我們在充電模式中進行主動平衡 當電路偵測到平衡時 保護板會直接停止充電電路 將容量高的電池 電池軌搬到容量低的電池軌 另外還能在靜態模式中進行平衡 也就是我們在充電極為半電的狀態下 也能達到平衡的目的 第二種是被動的平衡 將多餘的容量直接作用於電儲中 這張圖是它的電路架構 它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平衡電路概念 可以用來刪除較高的電壓 它是將電流分流到較低的電壓部分 讓高電壓停止對低電壓充電 最終達到平衡 至於我們該如果判斷有沒有平衡呢 我們可以先掃描各個電的電壓 找出它的最高及最低電壓值 若是殘餘的電壓過低 我們必須停止平衡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必須判斷兩邊的電壓 電位是否平衡 當電壓差達到一定值 我們就必須為低電力進行充電 以達到兩邊電位相同而平衡 這個平衡電路我們在生活中也會常常遇到 包括LED照明設計 自動化機具 電流平衡板等等 我們的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